HELLO 話說我最近在學車牌 因為要去成都 去成都我想駕駛 所以經常都要來到人民廣場 話說這裏 人民廣場來福時 開了一個Starbucks第一個工作室 所以我順便轉彎 帶大家去看看 其實就是在來福時 其實大家都會知道 上海最中心點就是來福時 但它是在辦公樓那邊 不是商場那邊 我們一起去看看 這是漢口路和雲南中路的路口 這是商業大廈的入口 現在每次去到哪裏都要出示 我們的健康碼 其實就等於有點像安心出行 不過我們就不需要按摩的 就讓大家看就可以了 其實就是這裏 這裏就是 在Ruffles 來福時 商業大廈的廈廈 這個商業大廈其實都頗老了 所以我都不太知道 為何會選擇在這裏做 這裏的工作室 這裏是和亦叫Bridge的集團合作的 其實你們現在看到這些房間 是可以租的 好像是$25個小時 我稍後看看 裏面就可以租了 自己的位置可以租 而這裏是自己不用錢的 這些位置可以租 所以可以租到便可以租 我們看看整個位置 其實都是普通的 但它就多了些地方 讓你工作 那你看到呢 我小小聲 這裏的單人位 就是不用錢的 那你自己來到 就可以了 那裏面有電 那跟平時工作差不多 那這裏呢 還有一個比較大的會議室 那就是$40.50個小時 那如果你們想 即是有時要在這裏 突然間找地方開會呢 那就可以在這裏 借用它的辦公室 那我們可以看看 那些收錢的房間 看看它是怎樣 就是這樣的 剛剛我趁人家打掃的時候 沒有了 這兩個可以 你真的開口 了 你去開口 你吃得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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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容易 你吃得去 你吃得來 那些東西 你吃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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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吃得去 這裏看完了,就是這樣 很厚厚,因為剛才開了一小時的VR車,很累 這裏看完了,下次再有什麼新的東西再跟大家介紹